我在城市里长大 和大多数人一样 在这之前从来没见过野生动物 通过联合国环境署 为生命呐喊的项目 我第一次了解到 很多我并不熟知的动物和植物 我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来到了非洲凯尼亚 我觉得我应该为环境保护 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开始更深入地参与这个项目 我了解到 很多野生动物已经面临着 永远灭绝的威胁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 我们已经失去了 全世界一半的野生动物之物 野生动物也面临着 非法贸易的威胁 比如这些小象 因为非法贸易而成为孤儿 人们为了获取象牙 在过去几年内 十万多头的大象被裂上 其他类似犀牛 太阳熊和穿山甲 被用于传统医药而面临厄运 这些野生动植物还面临着 很多其他的威胁 比如因人类的口腹之余 而惨遭毒手 被用于时尚用品 甚至被视为 抑郁风情的宠物被贩卖 我了解到 这里的社区 因野生动植物的丧失 而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依靠野生动植物的 理由来生 比如 这个大象保育中心 就是社区的人们建立 他们希望这些大象 能够在野生环境中生存 因为他们希望 这些大象最终能够重返自然 象牙的市场需求 使得最重要的大象 不断被掠杀 2017年 中国政府全面关闭了 商用象牙贸易市场 我们年轻人 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些动物 和他们的传统用途 也不再购买这些东西 但出于缺乏知识 和有失的贪婪 人们仍然在购买它们 但我们并非无助 我们可以确保 让我们的老师 家长 政治人物 和世界其他地方 知道这些物种 面临的威胁 并报告非法活动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使用社交媒体 作为一个强大的工具 为生命呐喊的项目 通过提高意识 制定和执行 更强有力的法律 以及加强对当地社区 制制 女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支持 来帮助人们 我很荣幸能够成为 联合国环境署侵占大使 并成为为生命呐喊项目的一员 帮助改变野生动植物 非法贸易现状 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 我是王俊海 我是大象 加入我 支持兵威物虫保护 为生命呐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